和平使者甘地 和平使者甘地是文明系列的一个老梗 传闻称早年间的文明一种 和平主义领袖甘地侵略指数为一 经过民主政体改革后 会再减二变为负数 然而数值系统不允许负数存在 于是直接反向加到了255 成为最偏好扔核弹的领袖 但是文明系列的多名工作人员 甚至包括总设计师 谢德梅尔的回忆录中 都曾表示过这是个谣言 当时文明一并没有这个bug 不少对此感兴趣的游戏记者和有关主 都出过相关的视频文章 据了解 在2010年发售的文明5中 游戏设计师乔恩开了一个玩笑 他将甘地制作核弹 和使用核弹的倾向参数 都设置为12 其他领袖最多8到10点 游戏发售后 有部分玩家察觉到了异常 到了2012年 一名叫做金枪鱼的用户 在国外一个电视剧 电影游戏相关的维基网站 TV Drops上 度赚了文明一甘地bug的文章 后来不少网站和媒体 引述这篇文章 于是传着传着就变成了梗 到了文明6中 制作组也顺理成章的 将此作为彩蛋 加入了名为 核弹快乐的次要议程 游戏中 甘地有大概率会随机刷出该议程 然后毫无压力的使用核武器 同时文明6发售后 甘地背核弹的梗图 也流行一时 球球给个三连吧 给你们磕头